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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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这个大的儿子 现在就对了 九年以前 大概三个月 多一点的样子 但是一百天的时候 我这个大儿子在 那时候在 广西南宁 现在讲九年以前了 得了肺炎了 其实呢 不确定是肺炎 他就说呢 这个 喝奶 呛了 呛了以后呢 他妈就给他塌 塌的时候呢 他有一些呛的鼻子呢 他用力给他塌了 不知道是因为呛的原因 大家知道 大陆这个 这个不空气 正常情况下 都经常会发烧 那三个月的孩子 这个时候又发烧 呃 咳后 大陆的发烧咳后是正常的 呃 然后呢 这个奶 到了鼻子里面 然后塌了塌 用力稍微挤了一下 碳了一下 这个鼻子 这么挺 当然肯定也不是太用力 毕竟这个孩子呢 那 我们担心 是肺炎 就去医院了 医院排了个骗 他说疑合肺炎 要 住院 这个 不是问题 疑合肺炎 要住院 因为我们回家 我们也担心 然后呢 暗肺炎治疗 打了瓶 这 就是问题 呃 当然那时候我们 也不太懂 这个对小孩的伤害 他有那么严重 打了瓶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确定是 我们不一样 那 万一是肺炎的时候 除了人命 那我们这种孩子 那会对这么一个孩子 不像现在 我们时期的三个孩子了 那特别 小心 所以说呢 那医生不打了瓶 后来到香港 去 我们一会儿 还是香港的 骗人的 不应该打了瓶 那最近呢 我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美国的小孩 也是 出现类似的情况 发烧 咳嗽 送离院 拍片 有点 小孩的肺油又小 就这样 看不出气 认为可能是肺炎 可能不是 第一个确诊呢 是说 可能不是 你回家吧 回到家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 就打电话来了 可能是 你赶紧回来 回去以后呢 又找专家看 看了以后说 可能不是 回家吧 回家以后呢 再涨工资 回家以后呢 又打电话 我确定了 不是 没关系 就是 发烧喝点水 休息一下 完了 没打掉不上 那中美两个国家看 给小孩看病的方式不同 当然呢 这方面 两方面 一个是利益 赚钱 中国和美国都要赚钱 当然美国是医保 是政府出钱 政府出钱 他医院也是想赚钱 打个料盘才能有钱赚 排个盘才能有钱赚 这是赚钱 然后呢 是责任 就是说呢 其实中美两国的医生呢 都有一个就是 不伤的责任 就是说 假设是 我们就不谈 要拿费言之 假设不是 我们就不要谈费言之 但是呢 美国相对来说呢 花的钱更多 不同方面的专家有看片的 有这个儿科医生 那有这个 这个肺科的医生 什么这个 这个儿科的医生 什么看片的医生 他 他非常专业 当然就需要花比较多的钱 啊 这么多医生来 关注这个孩子 但是呢 让孩子呢 不要受到伤害 而中国呢 那就那一个医生了 他要承担全部责任了 最后他就决定了 这孩子这个 主要不是钱 主要是 他自己要 他一定会责任 对小孩有伤害 死不了 那没问题 万一 看脱脑子了 那责任太大了 他自己呢 又做不了决定 中国的医生呢 当然教育 学识 帮他命运不行 那肯定 跟美国的专业的医生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恩 德任呢 他又担当不起 这种情况下呢 受损害的呢 当然呢 就是孩子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